挑战冰块做小挂件 你们看看小熊以前做的是什么 真的是没眼看 今天我要让你们见识 什么才是水晶挂件 特意从隔壁老王进来一辆车 说啥呢 上次是材料不行 这次我什么都准备了 看你还找什么借口 哈哈哈哈 你说这车到热水不会融化吧 哎呀 瞬间就变成麦芽糖质感 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捏 你们猜猜我要做个啥子 猜对的小可爱 有机会获得文具套装哦 估计你啥都捏不出来吧 我就来一双灰姑娘的水晶鞋 说真的有点儿烫手 天呀 这像一坨巴巴吧 俗话说你脑袋想啥 你看啥都是巴巴了 天 我来捏个耳朵 真的好好玩 粘贴在一起 有模有样 做出来应该还不错 小兔子白又白 比我上次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捏一个高跟 哎呀 稳稳的 不知道哪位公主有幸穿上 再来戳个洞洞 我准备来染颜色了 纯白色的耳朵 大又长 中间来点红色点缀 有点儿感觉了 那我高跟鞋就来个黄金色吧 随意涂涂 出来的样子应该也不差吧 就是有点儿废手 再来画个眼镜 红色的小嘴唇 像我这么有设计的人 不画个波浪怎么行 最后来一颗珍珠 这像兔子吗 请问 你说谁的高跟鞋长这样子的 不说了 让小可爱们评评里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